温馨的灯光 崭新的录音及录影设备 此季人文之夜广播内容创作中心 正式启用新型广播摄影棚 结合了影像跟声音 是一个融媒体的概念 所以不仅是网络收听 更是普及到了大家所使用的 这种社群平台APP Podcast一个社群平台当中 让更多人都可以听得到 此季很棒的佛法生活化的讯息 从1985年 透过收音机可以收听到大爱广播节目 到2005年 经由大爱网络电台 将全球此季妙音传法 散布到全球 现在更进一步朝向新媒体的永续发展 除了广播以外 其实所谓的新媒体 已经是雏形非常完整 而且我们可以看出来 新的环境 我相信未来的影响力会更大 新媒体这个就可以永久的保存 像以前的话 你大概不听录音带就没有了 我觉得新媒体这一个地方 绝对要善用科技 文明对话的主题是 关系是一座花园还是一座训练 知名主持人李文元也将开设新节目 结合慈激医院身心科医师及艺术家 进行心灵对话 为现代人的身心健康提出解方 现代人的有文明病 因为很多人的一个身体上的疾病 其实是来自于心理上的一种压力焦虑 沮丧不平衡 所以我们会希望能够在节目里面传达的是 每一个人在心理层面这个部分的保健是最重要的 来来感恩啊 感恩感恩 广播棚正式启用 在端午节前夕 人文置业准备应景的粽子与同仁结好缘 那新闻菜片云林立一台北报导 在端午节前夕 是